主料,黄油100克,糖粉50克,细砂糖30克,抹茶粉4克,全蛋液40克,低筋面粉150克,辅量,裱花水一个,裱花呆一个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主要食材,加剂前软化的黄油,用打蛋器打至生滑,加入糖粉,继砂糖搅至体积蓬松后, 分次加入玄带液,每加一次都需融合后再加下一次,直至颜色变白,删入低筋面粉和抹茶粉,但是后装入裱花袋终于是忙乱了,没及时拍照片,预热烤箱,180度快热蛋烤盘上破层细油纸,用裱花袋挤出直匀的花形,每个之间要留有空隙,一次集满烤盘可以烤二盘,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, 185度快热蛋,烤10分钟,再转190度,烤2分钟,时间到,抹茶黄油去切出炉了,烹饪技巧 1,加入抹茶粉,要适量减少低粉的重量2,担心抹茶未重,我适量增加了3克细砂糖的重量3,油量较重,一次性不要多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